台积电大力发展FOP、LP 快来看看受贵的厂商有哪些喔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今天的产金吸引力 一个可以让大家轻松认识 产金趋势的频道 群创在7月30号公告出售南科的5.5代厂 虽然截至今天录影前 还不确定买家 但是市场现在谣言满天飞 除了传出美光开价180 亿元以外呢 连台积电都有意要去抢亲 一旦今年顺利卖场 就有机会让群创 今年转亏为盈喔 那过去呢 延西其实早在114集 就跟大家分享群创转型半导体封装 自然呢 他要持续精简旧的事业 这个就是一个很合理的决策 那依照目前最新的进度来看 群创的FOP、LP的业务 从下半年就要开始出货 恩智浦的电源管理IC 所以呢 要说群创是产业的先行者 一点也不为过 不过呢 相比先进者的优势 不论是日月光、历程 甚至台积电 其实都在加速导入这项技术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另外呢 随着九月的国际半导体展示越来越近 又有哪些的供应商会受贿 FOP、LP的概念呢 今天就让延西一样整理给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 开始之前呢 一样新朋友帮延西按个订阅 老朋友呢 记得点赞、分享 这里先谢谢大家 我们转场吧 其实呢 收看我们吸引力的好朋友 真的一个一个都很厉害很专业 像是呢有人在114集提问 为什么台积电要转进毛利率 只有15%的FOP、LP 毕竟眼前的CodeWars或SOULIC呢 都超过了35%哦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很好 其实就是产能跟成本上面 大家想一下 台积电呢 在第二季的法说上面 高调的宣告 要让CodeWars的产能是 翻倍再翻倍 而且呢 扩大外包的订单给封测厂 这些都在在的说明了 台积电现在的产能是真的很吃紧 而FOP、LP的好处就是可以快速的放大产能 同时呢降低成本 自然就会成为台积电 NVIDIA或是Intel这一票的玩家 关注的重点解方 但是我这里还是老实说 其实FOP、LP 不是一项太新的技术 只是呢 过去是很少被应用 根据IEK的统计数据显示 FOP、LP跟CodeWars在内的晶圆级的封装比重 是来到1比9的状况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明明呢 是一项可以提高产能 同时又降低成本的技术 过去却没有办法成为主流 这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在过去的习惯 说到过去半导体产业 习惯呢 是以原型的细晶圆 作为封装用的载版 自从从了日月光、安客到台积电 都在发展技术的同时 以细晶圆作为开发基础 自然它就不会特别去发展 方形的面板及封装 直到这次CodeWars 真的被客户追到了不行 业界才开始回头 去用力发展 当然啊 这个时候就会很容易 让市场直观的觉得 FOP、LP 是个比CodeWars更先进的技术 其实就在市场 刚刚传出CodeWars 面临群创挑战的时候 多数法人圈是嗤之以鼻的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呢 群创的FOP、LP的制程精度 确实没有办法达到CodeWars的程度 既然呢 连这个精致的精度都无法达到 自然就没有取代的问题啦 但是在7月18号的台积电法说上面 因为在这场法说中 法人呢 最后追问的问题就是 台积电何时会有 进阶版的FOP、LP 这里就代表法人其实也开始认可 FOP、LP的技术效应 所以想知道台积电的进度 而魏董事长呢 给出的答案就是三年 上集呢 延细也跟大家提到了 台积电习惯给保守的展望 那既然魏董都直接说三年 实际上很有可能 我觉得两年 就会有机会出现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把握的东西 他根本不会说 所以呢台积电 FOP、LP跟群创的FOP、LP 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里我再重申一次 FOP、LP对群创最大利多 它是转型半导体封装后的 价值重估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群创 它可以取代Cowars 只是呢两个制程是非常接近 因此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总结一句话 制程的精度才是关键 那近期有法人提到 未来的FOP、LP的发展 还是会以台积电为主 毕竟目前看起来 台积电最有机会解决 制程精度的问题 一旦呢问题真的克服以后 不只相关的设备商 有机会迎来一波很大的拉货槽 连带向耗材厂也会跟着鸡犬升天 当然啦 这时候就会有人问 进阶版的FOP、LP 供应商会有谁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 但是其实延熙叫大家回头 再看一下群创 毕竟群创有先进者的优势 虽然自身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Cowars的精度 但是大家稍微想一下 原本就是群创的FOP、LP的 这些供应商 是不是更有机会来打进台积电呢 那目前呢 依照我整理上下游的供应链来看 设备厂是会最先受惠的部分 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 由于FOP、LP过去很少被应用 所以呢 现有的产能其实是完全不够的 既然未来要扩张产能 拉设备就是最首要的任务啦 根据最新的数据来看 未来的FOP、LP的产能会快速拉升 产能的成长率 会比晶圆级的封装高一倍 来到年复合成长20到25个百分点 自然呢 设备商也会受惠 从低级起就一路扩张 让营运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 持续的走强 我们以群创的供应链来看 设备厂就包括像 有微科、冬结、智胜 耗材厂呢 则有永光跟金科 根据呢 设备商智胜在7月30的Compaymo表示 公司从2020年开始 他就跟面板客户合作 处理FOP、LP的敲取问题 而智胜方案的设备呢 也已经去协助客户完成了量产 那有微科呢 则是供应水瓶式电浆10颗设备 由于呢 他过去本来就是群创的 主要供应商 因此绝对不会缺席 群创未来的扩产 甚至有机会 进一步的切入其他的封测厂 再来看到冬结 同样身为群创长期的合作对象 供应包括RDL的 雷射线路修补设备 还有雷射玻璃载板切割机 还有电浆清洁设备 那由于第三季呢 营运有机会明显好转 因此也让法人现在很乐观看待 他明年的表现会优于今年 那再看到耗材厂的涌光 过去呢 他就受到工研院的邀请 与制胜群创合作开发 FOPLP的制成材料 所以在这个议题 主要提供面板及封装的 黄光制成的材料 包括像高阶的光阻剂 以及绝缘层应用的 PSPI的光阻剂 再来我们看到新科 他是身为中钢旗下 特殊合金的载板厂 近期也传出他是 独家供应群创 FOPLP的合金载板 不过这块呢 其实在我录影前 我还不确定跟玻璃载板之间的差异 如果有知道好朋友 来来来 下面帮忙说明一下 那从短期来看 群创的FOPLP的供应商 不只率先受到群创的扩产 更有机会呢 在9月的半导体展的前面 激励一下股价的表现 然而呢 说到真正的商机 其实还是在未来的台积电 Intel跟日月光这些半导体大厂 确定导入FOPLP以后 也能跟着顺利加入 所以呢 未来有什么样的变化 希望大家下面留言 跟严席一起追踪讨论 当然这里我还是先帮大家整理出来 有机会收费 FOPLP的供应链 如果大家想特别认识哪间公司 记得下面多多留言 那最后一点呢 也提醒大家 虽然现在FOPLP被视为解决 Cohors产能不足的最佳解放 但是客户是否真的会采用 还是要看实际量产后的良率 因为对客户来讲 各种技术都只是一个选项 并不是说谁可以一定取代谁 所以在未来的几年内 最合理的预期还是以 晶圆级的封装跟Cohors为主流 只是因为现在FOPLP的机器比较低 同时也实现了进阶版的几率高 所以让未来的成长性 有机会优于晶圆级的封装 这点就分享给大家咯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一样整理三个重点给大家 第一点呢 台积电为了解决Cohors的 产能不足的问题 不只要让2025的 Cohors的产能再翻倍 更计划呢 在三年内导入FOPLP 等于直接认可 群创的技术发展方向 第二呢 由于群创在下半年开始量产 恩赐浦在内的FOPLP的产品 在凉率好的情况下呢 预期未来会持续扩产 而且带动一票的设备供应商 和耗材厂 相关供应链 我也在前面整理给大家 如果呢 你想单独取得资料 记得在我的LINE群 来看一下 小老鼠 LUCKY777 我的官方LINE群 上跟我说 你想要124级的FOPLP的表单 就会传给你了 那第三 受惠 群创在今年量产FOPLP相关供应链 有机会在未来进一步导入 包括像台积电日月光 甚至是INTEL一线的半导体大厂 对未来的营运 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 因此呢 今天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今天呢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记得帮演戏按个赞 按个分享 下周我们统一时间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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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